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了2012年度各国人权状况报告 其中指出中国人权状况已然列为最差国家之一 而且去年还在恶化 美国国务院2012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指出五个重要趋势 包括世界范围的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空间缩小 中东民众继续为民主转型而抗争 弱势群体继续被边缘化与暴力对待等 人权报告指出中国人权状况依然列最差国家之一 并且去年还在恶化 包括当局对人权人士的打压 对维吾尔人和藏人采取更严厉的压制政策 对网络更加严密的过滤 以及对公民社会的重重限制 报告也谈到人权活动人士 异议人士 法轮功学员 记者 非注册宗教人士等 受到当局的逮捕 拘留和骚扰 监狱 劳教所和拘留中心状况恶劣 中共强摘囚犯器官问题继续存在 国务院官员也表示 克里国务卿最近访华 曾向中共直接提出陈光诚的侄子陈可贵 和维权律师高智盛的个案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